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是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 神经医学中心主任蔡毅玲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朱以成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以及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焦力群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三位 那么首先我们就有请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焦力群焦主任 和大家讲讲什么是脑足中 有请 脑足中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 它有很多的名称 其实老百姓比较熟悉的是中风 或者说叫脑血管意外或者等等 这其中中风呢实际上是我们中医或者祖国医学的一种叫法 有很多他们的关于辩证啊等等很多的说法 而在西医当中呢实际上 关键就在于脑血管和脑组织 当脑血管出现了问题影响了脑组织 就是我们所说的中风 或者是促重 比如说脑血管堵塞了造成脑组织损伤 或者脑血管破裂了造成脑组织损伤 所以这样的疾病一般来讲发病非常的急 会有各种各样的症状 但是也有的类型就是比如说心跳突然骤停 导致整个的脑组织有问题 这种其实不算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是我们常见的一种疾病 它可能表现为比如说肢体的无力 或者麻木或者说话不好 或者突然的昏迷呼吸不好等等 各种表现是都有的 感谢您的解答 那么脑组中的主要危险因素都包括哪些呢 我们有请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 神经医学中心主任蔡逸玲 蔡主任为我们大家解答 好 其实主要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导致了这个问题 脑组中现在也叫慢性病 也叫生活方式病 生活方式越来越快 快餐 油炸食品 大家的静坐 不运动 工作压力大 再有我们可能中国人的抽烟 饮酒 还是一个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 可能这些都是导致高血压病 糖尿病 还有高脂血症等 现在而且越来越年轻化了 再有就是也是我们国家的老龄化 这两个因素又处于一个脑组中的高发阶段 所以要远离脑组中 要降低发病率 要管理好我们的生活方式 脑组中有这么多的危险因素 有可控的吗 没错 还有哪些是不可控的 对吧 所以就是包括了 刚才我们说的高血压病 糖尿病 血脂啊 就这些防颤呢 还有吸烟 饮酒 体能的这种下降 这些是可控的 但是还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 可能是遗传了 年龄了 性别了 这些是不可控的 但是我们要如果要去预防它 可能还是要朝着那些可控的因素去努力 但现在呢 就是最主要的年轻化呢 我们也建议呢 就是大家都觉得年轻就是资本嘛 但是小于35岁以下的这些人 我们建议每年两一次血压 你不知道你有没有高血压 这个年龄已经是高血压病的发病年龄了 而且脑粗中发病也在这个年龄越来越多了 所以说高血压病是要关注的 第二个呢 就是你有家族史 又有脑胸瓦病家族史的 那我们建议 你可能就要比别人更注重血压的这种测量了 这可能是更关键的 再有我们也建议 现在都有查体 健康查体 比如糖化血红蛋白了 这些可能它因为体现了你三个月的血糖的平均值 所以糖化血红蛋白也作为一个30岁以上的人 要每年做一次检查的这样一个指标吧 再有我们可能现在查血脂也很方便 并不是说肥胖的有血脂高 其实这是个代谢的问题 所以说血脂也要在30岁以后要进行检查的 也要关注的 这就是我们说可控的最主要的三大问题 40岁以上的这种女性可能要注重她的这种绝经前后的一些问题 这是她的主要的一个血脂变化呀 还有一些冠状动脉的这些 也是提前到这个更年期的这个时候了 对于缺血性心血管病脑血管病 我们还建议是每三到六个月这样的去检测一次血糖 因为有这种病的 其他的呢就近年来学者也说了 说查查基因多态性这些的 可能对于未来的预防上 有它一定的疗效和预防的这种方式 但是它还不是我们现在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我们还是注重可控因素的管理 这样的话可能更好的能降低这种发病率 感谢您的解答 所以说啊脑族中症状的判断对于救治极为重要 那么脑族中主要症状都包括哪些呢 我们有请蔡主任接着为大家解答 今年的中国脑族中学会又发布了一个叫Be Fast 实际上我们用这个英文是包括了六个症状 所以主要是第一个就是突然的看不见东西 叫事物不清 第二个B是平衡不好 第三个的就是我们的面部不对称了 哦不对称 对 再有就是可能是我们的手的两个手 也一个抬不起来了 就一侧的臂力没有 就力量不够了 再就是说话不清楚 说话不清楚 或者是你去听让它说 说不出来了 说不出来了 刚才说了 焦主任也说了 还有一些症状 比如说我们说 悬晕 恶心呕吐 突然的猝倒 这些都是在这个范畴之内的 所以说大家要主要是识别 现在大家不知道怎么样去识别 所以我们又把它做成一句口诀 就叫爱 难平衡 难平衡 看不清 看不清 脸不正 脸不正 手不平 手不平 语不灵 语不灵 对 遇到这种情况呢 第一时间 打120 但是有的时候说 本人没有自救的能力的情况下 看见这样的病人 看见这样的人 帮助打120 没错 出现这样的症状 但是并不是说 所有症状都是同时出现 有这么一个症状出现 我们叫识别 就尽快地去拨打12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我们要保持 要保持安静 不要说特别的焦虑 焦急 紧张 再有就是不太懂的人 减少搬动 搬动他的时候 他呕吐的时候 可能会呼吸 会呛到 所以尽量不懂的 就不要搬动 及时送到就近的医院 就近的 就近的医院 比如说 因为咱们有好多的高级 足中心和初级 足中心 他们都能救治 所以说就近就治 因为大脑 还是有时间的要求的 时间就是大脑 没错 感谢您的解答 在这里啊 我们也再次给大家提个醒 就像刚才蔡主任提到的 这些症状呀 不是说每个患者 他都会出现 但只要有症状出现 就是脑足中警报 要特别警惕 那么如果出现了上述 这些症状之后 该怎么办呢 我们有请蔡主任 接着为大家解答 就是刚才说的 还是就近 不要舍近求远吧 这个意思 第二个呢 就是注意安慰患者 情绪上的安慰 再有就是呼叫的时候 不要惊扰 像很惊吓地去呼叫 但是这时候就是 我们要有一个判断吧 在这个情况下 再有就是 他的体位也很重要 我们就是要救治了他的时候 不要让他呼吸 要让他侧着身子 这样的话 他的呕吐物啊 还有这些物品 不会呼吸到病人的强到 不会造成他的窒息 还有一些急性的一些问题 帮助他解开领扣啊 腰带啊 还有这些的 保证他的这个安全吧 还有一些老人的假牙 也要 假牙 要取出来最好是 如果患者是清醒的 就是缓解他的紧张情绪吧 不要慌乱 不要哭着喊他 因为有的时候家属很焦急 对吧 所以避免患者的这种心理压力 越早治疗越好 就是就近治疗 争分夺妙 就是争分夺妙 我们对于脑子来说 叫一克千斤吧 就这意思吧 在没有医生判断之前呢 还要强调一下 就是切记不要给患者随便用药 比如说有的人给他用降压药 有的时候用塑效救新丸 会干扰他的生命体征 比如血压的问题了 还有他脑关注的问题 我们还是要快速地找到能够就医的地方 或者听从120这些医生的建议 及时送到就近的医院 感谢您的解答 的确 时间就是大脑 时间就是生命 不慌不乱 迅速拨打120 脑族中患者的救治 必须真分夺秒 那么当患者到了医院后 又会接受怎样的救治呢 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朱以成 朱主任和大家说一说 所谓时间就是大脑 其实就是说 当我们到医院以后 时间越短 越有可能得到有效的救治 举例而言 比如说我们缺血性脑族中 是这个血管堵伤了 那远端的脑组织就坏死了 那我们越早把血管打开 那这样的话 组织就得到充分的血液了 这样就可以避免 它出现严重的这个 后续的不良反应 所以就是说我们 我们这种越早的救治 越能达到最好的这种效果 那么在过去很多年 那实际上这个国家卫健委 脑族中防治办公室呢 在整个的这个全国 在全国范围 各级的医院来推进 这些有效的治疗方法 那这些方法 我们叫有寻症医学的这个治疗方法 它包括呢 就是血管载通治疗 包括颈动脉的支架治疗 包括脑出血的病人的血肿清除树等等 这些都是有效的治疗方法 各级医院希望能够用这些方法 来有效的救治病人 没错 但在这个基础上 其实我们也肯定知道 不是所有的级别的医院 都能做这些治疗的 那应运而生的 就是我们构建了一个 这个足中治疗的网络 社区的医院 是这个网络的网底 它可以负责一些 比较基础的一些 包括康复啦 什么这些工作 那这个三级医院 三级医院它有很强的这种救治能力 它可以负担这些 像绒栓啦 取栓啦 这些更有效的这种治疗方法 那对于二级医院呢 它也是很强劲的这个基础 那在这个中间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急救部门 急救中心 来构建网络的这个连接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足中急救的这个一小时黄金圈 就是这个概念 是这样来的 对 是 感谢您的解答 生活中啊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 脑足中一旦发生后 会伴随着许多的后遗症 那么患者如何康复呢 我们有请焦主任为大家解答 脑足中之后呢 其实有很多病人会遗留后遗症的 所以统计来讲差不多有70% 包括比如说肢体功能障碍 就是走不了或者动不了 或者说不能说话 或者不能吞咽 不能自己吃东西等等 这些功能障碍会严重影响 病人的生存的质量 所以这种康复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 所以传统的康复的手段 其实很多 包括像针灸啊 咬痒啊 以及正规的一些康复的锻炼等等 还有很多新的康复的手段 比如说脑机接口了等等 这些也是我们国家 现在非常关注的 最终的目的是通过综合的手段 要让病人有独立的生活能力 这样才能减少社会的负担 减少家庭的负担 感谢您的解答 脑足中啊 是这样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 那么究竟是否可防可治呢 我们有请朱主任为大家解答 当然 其实刚才已经都提到了 很多的这个危险因素 脑足中肯定是可防可治的 其实我们最关键的 就是这种纠正这个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这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呢 就是我们这个脑足中的 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另外呢 对于我们已经形成的 体内已经形成的一些 这种病理改变 比如说颈动脉的斑块或者狭窄 这个是已经形成的 这个需要重视 而且呢 我们要定期的进行这个 足中的这个危险因素的筛查 及早的发现问题 做到早预防 早诊断 早治疗 这样的这种情况下 才能够有效的 来避免足中的发生 因为这是一个老年病 所以实际上 一旦我们超过40岁 都要定期的进行这种 健康的这种足中的筛查 一般的这些筛查的内容呢 它包括主要 核心还是足中的危险因素 它包括一些血液系统的检查了 还包括一些神经系统检查等等 然后包括颈动脉的超声 经路都普勒 去发现 颅内血管的这种狭窄 是这样 那么根据这个高危因素的 这种筛查工作的这个流程 和这个筛查的 这工作的这个 这个结果 我们对这些危险因素 进行了一个风险 高低的这么一个评估 是这样 那么它包括了很多条 包括了这个高血压 第一条 那高血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危险因素 那么第二条呢 它就是 有没有这个心脏的问题 其实心脏的问题 也会引起足中的 比如说防颤 这种类型的心理市场 它会引起足中的这种情况 还有呢 有一些很不好的生活习惯 包括吸烟 然后 对 抽烟是很重要的 这个足中的危险因素 那么还有血脂的异常 高脂血症 大家已经都知道 这是足中的危险因素 糖尿病 那么还有就是不进行体育运动 咱们都是拿着手机往床上一躺 这个 这个是不好的生活习惯 那么这些呢 其实全部都是这个 足中的危险因素 那我们把这些风险 把它结合起来 它会产生一个 这个评分 那如果要是这种 这种危险因素 累加超过三个 这样的危险因素 那这样的这种病人 我们就应该 应该特别的关注 那定期的体检 严格地控制这些危险因素 才能达到这个预防的目的 感谢您的解答 我们了解到 的确是可防可治 那么究竟从什么时间 开始预防合适呢 有请焦主任 为我们大家解答 足中的预防 最关键的是 从现在开始 就是从建立健康的 这种生活方式 和行为来开始的 这是预防足中的 最重要的问题 因为动漫音化 实际上是人 在年龄逐渐增大的时候 逐渐出现的一个问题 儿童期就是最早的 动漫音化早期表现 人30岁以后 基本上都有 动漫音化的斑块 所以有斑块 并不见得是很大的问题 但是提示 人的动漫音化 已经开始了 所以这个时候 就应该去做相应的 像刚才 朱主任所说的 各种危险因素的控制 和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 感谢您的解答 刚才朱主任 也和我们大家提到 40岁以上的人 建议做这个筛查 那么日常生活中 有没有什么饮食啊 习惯上的 能够帮助大家预防的呢 焦主任 您说的这个问题 基本上是我们在门诊 每天都会遇到 很多病人去问的 几乎每个病人都会问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其实日常都知道 比如说要杜绝高盐 高值饮食 不抽烟 不会饮酒 而且呢 增加体育锻炼 这些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一定要有 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 这是第一点 另外呢 要有合理的一个 膳食的结构 要有比较好的 这种心理的状态 避免过多的压力 我们一般总结的话 要注意一下 算是十点吧 十点 第一 一 饮食要清淡 第二呢 要适度的增加体力的活动 第三呢 是克服不良时好 刚才说过的结缘剂酒 第四呢 防止过度的劳累 或者用力过猛 等等这样的动作 第五呢 老年人应该防止 过快的这种体位的改变 突然起来 还是突然坐下 另外要防止便秘 第六呢 要注意气候的变化 相应的进行调整 第七呢 要每天要充足的饮水 第八呢 看电视上网 不要太久 第九呢 要保持情绪的平稳 第十呢 要定期的健康体检 当然这十点 说起来都非常的重要 但是每个人做到 是很难的 没错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几点吧 第一就是高血压的病人 有高血压了 他就是一个慢性病 要长期的合理的去控制 第二个呢 有高血压症的病人 一定要控制饮食 要相应的用药 第三呢 糖尿病 糖尿病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所以同样对于饮食和用药 第四 就是刚才主任说的 心脏疾病像防颤 这类的疾病 应该积极地去应对 这是我们日常应该 特别注意的基点 感谢您的解答 的确如此 脑族中呢 对人类生命的健康威胁 是十分严重的 但它也正如三位专家所说 是可防可控的 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早发现 早预防 早诊断 早治疗 有效防治脑族中啊 关键就在于早 好了 本期的在线访谈到这里 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感谢您的关注 也非常感谢三位专家的解答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